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历了一场欲望之旅 我们追求物质 追求名誉 追求一切能让我们闪闪发光的虚的东西 古人云 五十而知天命 那么很多人就会好奇五十岁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呢 人到五十预知后半生如何 看看身边是否有这四个人相守 一 相濡以沫的伴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班 说的就是人在老的时候 有爱人陪在身边 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有些人在青壮年的时候 不会认识到自己身边的伴侣是多么重要 认为只要自己赚足了钱 年老的时候可以去敬老院养老 殊不知 在敬老院也不可能半夜有人时刻陪伴在自己身边 这时才感觉到要是有个相濡以沫的老伴就好了 可已经晚了 我们经常看到那些在青壮年时期 与自己的伴侣感情比较好的夫妻 随着年纪的增大 彼此服侍 相互关爱 生活的有滋有味 其生命的风险 比那些感情不好的夫妻低很多 近年来 伴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由于子女常年不在 身边导致的老年空潮家庭越来越多 而据专家预测 50年后 我国老人家庭的空潮率将达到90% 这就意味着 在子女养老不现实的前提下 有个伴侣陪伴自己一起养老的重要性 而有老伴的人会更有安全感 生活困难可以共同分担 精神上也不会孤单寂寞 所以说 人到50 婚姻就是一个金矿 是一份无价的保断 爱人陪在你的身边 当你生病时 有人为你端茶滴水 当你孤独时 有人陪你唠嗑 这就是 你在我身边的幸福 二 依然健在的双亲 俗话说 家有老如有宝 这话一点也不假 人到50 如果父母依然健在 没有比这更加让人欣慰的事情了 有一种痛无法弥补 等到醒悟为时一晚 作为子女都要铭记一点 父母并不希望 父母并不希望子女给他们很多物质上的满足 他们需要的是 我们可以多些时间陪陪他们 穿回家看看 也许是进门时放好的一双拖鞋 也许是初汉时递过来的一条毛巾 也许是过马路时一次小小的搀扶 也许是生日时一声温馨的祝福 都是父母莫大的行为 趁着我们的父母都还健在 也趁着我们都还年轻 抓紧时间去孝敬他们 不要等到他们不在了 再去说什么 树于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心不淡 也不要总以各种忙为借口 总想着他们随时都在等着我们 的确 他们一辈子都在等我们 等我们出生 等我们长大 等我们放学回家 等我们回家过年 但他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呢 父母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也是最值得骄傲的珍贵宝藏 父母是我们的根 老话说 孝顺父母是最好的佛道 父母是世界上最大的福田 好好的善待父母 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 善待父母就要对父母多一些耐心 不管父母的年龄有多大 所有子女都需要耐心地去对待父母 尤其是在父母年龄大了之后 向我们付出很大耐心去好好的爱他们 对待父母不要嫌他们唠叨 也不要去烦躁 更不要去和他们吵 也不要嫌他们啰嗦 而这些唠叨和啰嗦背后 就是对我们的关心 小时候你要去说话 他们会很耐心地去教你 如果你一直不会说话 他们会教你很多遍 哪怕是成千上万遍 他们也不会没有耐心 常回家看看 多陪陪父母 因为父母不会在原地等着我们 人到五十 健康的父母陪在身边 多陪陪他们 就是我们最大的孝顺 三 独立上进的儿女 人们常说百善孝为先 可见孝顺在各种美德中 是排在第一位的 但是现在很多家庭的孩子 都是独生子女 孩子理所当然 成了家中的中心人物 很多大人会宠着孩子 久而久之 孩子就会把父母对自己的爱 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而从来不会去考虑 如何报答父母对自己的关爱 孩子不懂得孝顺 我们的晚年就会很苦 因此我们要培养出懂得孝顺 懂得上进的孩子 这不光是对孩子的未来负责 也是对五十岁以后的自己负责 现如今 社会上很多人都在啃老 父母为了孩子还在拼命工作 而孩子不仅不心疼父母 还会嫌弃自己的父母 对自己没有任何帮助 这样的人和事很多 父母为了孩子拼尽自己的生命 消耗自己的身体 在百病缠身的时候才发觉 孩子不懂得感恩 原来是自己没有教会孩子 如何去孝顺 这样的人活得很苦 所以 人到五十 儿女独立上进 就是最大的幸福 这种幸福是心安 是收获 四 两三个秩序相同的朋友 朋友似乎老久 时间越久越相纯 秩序相同的朋友 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磨砺的人 他们可能是曾经的同学 战友 同事 关系甚至比亲人还行 因为他们是最懂自己的人 人到五十 如果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是幸福的 请珍惜 人生聚聚散散 能一直走下去的 少之又少 而真挚的友情 就是生活大网 筛选出来的珍珠 这样的友谊 不会因为时间的 匆匆而冲淡 这句相投 这种感情 不是每日的朝朝暮暮 而是有事实 我在你身边 比如 遇到心烦事 朋友乐意前来 与你泡一壶茶 聊聊天 遇到开心事 能彼此相约一顿家常饭 分享一下喜悦 知同道合 知去相投 这样的人 无需太多 三五人足矣 真正相待 没有攀比 彼此祝福 所以 人到五十 身边有知去相投的好友 那必是人生的幸事 总之 人到五十 人生过半 余生很贵 要好好经营 有爱人相伴 有父母健在 有儿女孝顺 有朋友畅谈 人生足矣 但是我们也要做个心态好的人 做个快乐的人 这样才能维系大家的感情 与爱人相伴 相互扶持 相互体调 相互关心 才能收获彼此的关爱 小到一句关爱 大到生死相伴 只要在身边 就有安全感 与父母相伴 要多一些耐心 照顾他们 要像他们照顾 小时候的我们一样 不要因为他们的思想的落后去厌烦 也不要因为他们的喋喋不休而讨厌 要知道 将心比心 每个人都有年老的那一天 言传身教很重要 与儿女相伴 要尊重他们 懂得寄与最大的空间 培养他们独立思考能力 和生活自理能力 也要懂得适当的引导 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与朋友相伴 要相互理解 相互关心 多些轻让 少些计较 人到五十 有以上这四个人相守 而且还能其乐融融 后半生肯定很幸福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墨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